安琪拉保姆级教学 如果你是老中路或者是新手中路玩家 最近不知道玩哪个法师好身份 那么我推荐安琪拉的英雄 操作简单 上手难度低 并且作为法师中爆发伤害的代表 你必须要体验一下瞬间秒样的快乐 本期视频将会从零基础校学 蹲人输入 让你的安琪拉在原本动物上提升一大截 首先 安琪拉的一技能可以召唤五颗火球 操作指定方向攻击 当多个火球同时命中一个目标 从第二颗火球开始 则会造成30%的伤害 安琪拉二技能是向前示范一个火球 当火球命中目标时 火球会变成火影漩涡 向前缓慢移动 并且每秒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伤害 目标会被减速50%和迅速1秒 一二技能计算完之后 教你们在实战中两个技能配合 可以达到快速清线 一般情况下 新手的安琪拉都是一二技能 一条直线示范过去 就会导致第一个小兵可以轻松清掉 但是后面两个小兵没有被清掉 所以当兵线到来的时候 我们斜了30度的角 二技能给后面两个小兵 然后一技能对着一条直线示范过去 可以看到三个小兵瞬间被清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支援路上 比地面中路快很多 安琪拉三技能 向指定方向示范一束火焰 对触碰的敌人 每0.3秒造成 150加20%的法术加成伤害 并且获得一定的护盾值 护盾传战期间 免疫所有控制 除了粘粮和冬皇之外 一秒过后再次按下三技能 可以解除大招效果 接着就是安琪拉的连招迅速 2.1.3 利用二技能减速和迅速效果打出控制 进一技能爆炸伤害 需要三技能持续输出 安琪拉这套连招 不管是脆皮还是棒柚 都是可以套妙 减完技能和连招之后 再教你们怎么样的安琪拉 大杀四分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安琪拉从二级到四级 她的斩杀线是半血 只要对面是半血状态 还在跟你皮找到机会 2.1 一套可以瞬间让对面回家 前提是你的技能不能空 到了四级之后 安琪拉的斩杀线是满状态 只要经济和等级相差不大 2.1.3 一套下去都是可以瞬间带走一个满状态的 三个技能都要命中 少打一个技能 伤害是秒不掉的 接着就是安琪拉的蹲人输入 因为安琪拉玩的好不好 可以从蹲人输入看得出来 也是安琪拉可以主彩战斩的原因 第一点 中物草丛 当两边兵线准备到了时候 我们不着急轻线 而是来到中路草丛两边蹲着 对面只要警惕性不高 就会出来轻线 这个时候一旦二技能命中 这一三瞬间带走 第二点 对面伐一塔右边这个草丛 主要蹲对面打野 如果蓝蓝普在 那么可以等到对面打野来拿蓝 这个位置90%都可以蹲到 如果对面中路一塔没掉 也可以蹲到这个草丛 等到对面支援回来 或者是来帮助中路轻线的辅助 还有就是红buff后面这个草丛 也是一样的操作 第三点 对面上路二塔草丛 当两边兵线正在打架时 快速清掉兵线 然后给对面一种你要走的假视野 等两秒后视野消失 悄悄的返回 跟在小兵身后 进入二塔这个草丛 接着二技能一定要对着小兵 如果对面是一个进章英雄来清线的话 就像这样 快速给他一套 第四点 对面上路二塔右边草丛 当对面上路兵线准备进塔 对面的人还在中路或者下路 肯定会有人回来守塔 那么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草丛 这个位置可以攻击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中路二塔草丛进来的人 他们的助力会放在红buff左边草丛 相对于我们蹲的点是比较安全的 或者从对面高地出来的人 也会在我们的攻击范围 第五点 中路二塔左边草丛 看见对面在上路清线时 我们提前走到这个草丛 如果中路二塔有他的队友 清线回来的人对这个草丛 紧击性都不是很高 所以就利用这个心理进行蹲点 虽然这个素材结局不是很好 但是你们能看得懂就可以了 最后 安琪拉玩法师路总结 在视野方面不要露太多视野给对面 你露了太多视野 给不了对面一种恐惧感 就相当于蓝铃王不隐身 任何一个脆皮都不会怕他 安琪拉也是同样的道理 除了在清线的时候 清完线立马在小地图消失 然后多观察小地图英雄位置 提前预判对面者位 在小地图看见对面打野的往蓝驱赶 那么可以提前来到这个草丛 蹲着 或者对面中路支援回来 可以蹲在半路草丛里 以蹲草丛的方向去玩安琪拉 你的安琪拉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英雄细节